我們看一下呢,裡面的文字敘述,然後它有一個例子,我們很快帶過去 你這五萬三塊給我,這一次輸了,我全部會回去給你 後面的同時,如果你沒有輸,最近有個位置啊 好,這邊會有坐的位置,做一個同學進來 好 我要上課了 好 好 不是我 不是我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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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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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也就是說呢 他就把零用金回到零 所以如果175頁呢 他這邊講說 好 你可以看你住喔 他說呢 我撥補了2520 然後呢 如果上述分度代方應該是 那個 如果是現金的話 零用金就維持5000塊不變 這樣看懂嗎 也就是說 175頁是期末調整及現金轉役 那因為這個他有發生現金轉役的問題啦 那基本上呢 我現在談的是你的代方科目 你的代方科目事實上你可以代計現金 你代計現金的話呢 比較簡單是 你維持你的零用金是5000塊 所以你下個年度一開始的時候 你不用再做借零用金代現金 如果課本上面 我只是要講一下說 差五年12月31號 那如果像課本這樣寫的話 事實上他年度結束的時候 他還要做一個分路 也就是說 他既然先把零用金都回到現金裡面 他把零用金都回到現金裡面 那差五年度12月31號 除了做課本上面寫的那個分路之外 他還同時要做現金 代計零用金24元 所以先把零用金回到零的狀態 然後呢 差六年的1月1號 如果我的零用金規模還是維持5000塊的話 我再借零用金5000 代現金5000 也就是說課本上面的分路的寫法 事實上他期末 因為他的這樣做法呢 我就可以知道他的用意在哪裡 因為他期末的時候先把零用金先全部回到零 所以除了把那些費用解繳零用金之外 他把剩下的零用金呢先回到現金裡面去 所以零用金就領嘛 所以下年度一開始的時候 他再重新去提拨設置零用金 如果課本上面這樣的寫法的話 他的意思是這樣 只是他可以把他寫講得很完整 那如果說我如果下面呢 他其實他背書上面是不是寫說 我可以直接這些費用之後 我可以直接代計現金 他如果直接代計現金的話 其實我就覺得比較方便的 因為你年底的時候 你的零用金還是為到5000塊的回落 那這個零用金呢 他是一個什麼資產負債表的科目 所以年度結束 他還是什麼 10張戶啊 10張戶是明年一開始開帳 就有零用金5000塊在裡面了 如果是這樣 你1月1號就不用做這個分錄了 這樣就一懂嗎 好 所以這個兩個選擇 你高興怎麼做都可以 只是說如果要是我 我會喜歡課本上面那個 第四個期末調整的時候 我是代計謝金 我就維持零用金是5000塊 所以現在年度一開始 零用金還是5000塊 我就不用寫這個分錄 少了一些動作 好 所以課本上面 就有告訴你是這樣 好 這是零用金的設置 剝補 還有年度結束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 好 那你能記得啊 那個年度結束 零用金還沒有到 還沒有到那個 用到要剝補的時候啊 可是要記得 月年度結束 要把當年度 所有的相關支出 都要在當年度 年底之前 把它承認進來 所以我們做這個動作 是因為年度結束而做的事情 目的不在於 因為我零用金要做剝補 好 就是特別提醒大家 好 那這是零用金的問題 那再來呢 所以在後面的 零用金的內部控制呢 就告訴你說 我要零減 好好 那零減的話就是 我要檢查那個零用金管理人員 有沒有這個自己磨用 好 所以呢 我要零減 就是說好 你把零用金 你的那個獻金拿出來 那我去核對一下 你現在支出的那個 那個發票跟收據 跟你的零用金 現在手足的獻金 合計起來 有沒有差距很大 好 如果差距很大 它就表示什麼 你可能會有這個 做這個便利 這個自己的方便 可以做不太好的事情 好 所以這個是零減 那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說 零用金管理人員 拿他的收據發下來 這個撥補的時候 那付款之後出納 還有換計 一定要在你的所有的單據上面 帶付起消帳 好 這個註銷叫這個名證 給大家重複使用 好 那剛剛呢 有同學問到說 好 一百七十 欸 一百六十九頁 他說一般而言 現金包括 電幣、紙幣、銀行、國勤存款 機器支票、匯票、銀行、本票 及定期存款 這個匯票呢 好 他如果講本票 我們講 我們有票據法裡面的票據 是指三種 是指票、本票、匯票 這是我們票據法的三種 那本票跟匯票 原則上 它不是獻金 因為它都是什麼 有期限的 它這邊的匯票 應該是指 給到郵局去開匯票 如果我今天要付款 那那個通常呢 它會有兩種方式 假設我要付款的話 那因為要這個遠距離 我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用去郵局買現金 但我直接把現金裝裡面寄過去 一種呢 你不要用現金的話 你就用什麼 用所謂的去郵局買匯票 這是郵局買匯票 好 那郵局買匯票 郵局開匯票出去 意思是什麼 郵局成對付款的 所以跟我們的本票 我們知道嗎 我剛剛講說 我們的票據法有三種 支票、本票、匯票 只有支票是當現金 匯票跟本票都不是現金 因為它的付款日到它的 跟它的開票日可能不一樣 但是我說的 課本上面指的這個匯票 應該是指你到郵局去開匯票 那郵局開出來的匯票 你想你去郵局請他開匯票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要拿錢給郵局 好 我要買一張一千塊的匯票 那你拿一千塊給他 郵局幫你開一張一千塊的匯票 那這一千塊的匯票意思是什麼 我拿掉這個持票人呢 就可以拿到郵局去請他付現金 所以這個匯票已經是誰 已經是由郵局成對付款了 所以他們形同現金 那為什麼銀行的本票也可以當現金 因為銀行的本票是銀行開出去的 因為本票呢 它有一個特性 好 跟匯票一樣 我的付款人跟開票人不一樣 可以不同一個人 好 如果我的 因為本票據法裡面呢 只有銀行支票它要求的付款人 一定是金錢業者 就是指銀行郵局什麼 農會信用公司之類的 但是本票 農會票它變成這樣強制的要求 好 那所以呢 剛剛這邊這課本上面呢 169月講到銀行本票 可以當作是現金 為什麼 因為這是銀行開出去的票據 那銀行開出去的票據 銀行會什麼 付款 銀行會保證付款 所以銀行倒了 那以目前來講 台灣的銀行有哪家倒過嗎 沒有嘛 就像中興銀行最多也被誰買掉而已 被誰隔壁 所以它沒有倒喔 它被它買了之後 它買了之後 它就是這個銀行的所謂的資產負債 它是概誇承受 好 所以呢 原來中興銀行的存款人 存款人是銀行的負債 好 它只是暫時幫它保管錢 可是這個錢不是它的 它就要什麼 它就要負責還給這個存款人 所以它就是財花承受 所以你在中興銀行存款呢 它原則上不會不見的 好 所以銀行開出去的本票 好 它也可以有現金 一個廣義的現金 一個功能 因為它一定會不快 那基本上來講 它的時間可能不會很長 可是如果你開了一張 為期很長的本票 銀行開出的本票的話 它事實上也不能當作是現金 因為我們說了 現金是流動資產 是速動資產 所以它一定是什麼 要很快 一年之內 就十二個月之內 可以變成現金 所以如果銀行開了一張 三年就才會付款的本票 因為本票可以三年有效 支票是一年之內 好 如果你過了一年 這張就無效票據 就過了有效期了 好 所以基本上來講 它的規定是這樣 所以如果銀行開了一張本票 是三年才要付款 當你編表的時候 你就必須把它放在X 長期投資的項項 好 所以你要看很多的狀況 這樣聽懂嗎 所以不是說 要做什麼樣的 像我剛剛講 比如說支票 支票如果它開的是遠期的 它就不能當現金 它這邊強調是極期的支票 而且你看一下 它是頓點 而不是鬥號 所以是極期的會票 極期的銀行本票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基本上它都是極期的 它才可以 如果我看拿一張 三年之後才會 兩年 不要說三年 本票的有效期間是三年 法律規定的有效期間是三年 從開票日到付款日三年之內 這張票據本票都是有效的 但是支票 如果我現在拿了一張 是民國101年的11月1號 因為支票就有一個日期 它如果付款日是101年的11月1號 今年是102年的11月5號 這張票據你達到銀行去請求會付款 它可以什麼 不付 不付的原因 不是因為存款人 發票人沒有錢 而是因為 它已經做了有效期 它已經做了有效期 因為支票只有1年 它會票 本票可以有三年 所以如果 我今天拿到 不是一張極期的銀行本票 那我也只能把它放在長期投資 叫做應收票據 這樣懂嗎 應收票據不一定是短期的 那我一天拿到是長期的票據也可以 好 所以我剛剛提到的會票 那會票也是齊齊的房 但已經可以當作現金 那因為這個會票已經是什麼 已經叫我們去郵局買會票 那付款是誰就是郵局 所以這個情況下 郵局不會付款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當作現金 其實如果一般人拍的會票 那就不能是 就不是現金了 好 這裡要留意一下 好 那後面我們看一下 什麼叫透支 透支我們之前應該有講過 透支是指你在銀行有開的支票存款簿 前提是一般來講 要國籍存款也會有 但是在台灣裡頭比較常見的是 你開的支票存款簿 那你跟銀行簽訂透支 基本上你的存款裡面有余額有多少 假設我存款裡面有十萬 我最多只能通用十萬 但是如果我跟銀行簽訂透支的協定 假設我透支的額度有五萬 所以今天如果我要領十五萬可以 因為我的存款裡面有十萬的余額 那我跟銀行簽訂有五萬的透支的額度 所以加起來我可以動用十五萬 可是如果今天開了一張票據是十六萬 銀行就幫你什麼 巨付了 就幫你退票存款公主退票 因為你可以動用的金額最多只有十五萬而已 因為你超過了他就退票 好 所以透支是指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跟銀行借錢的 因為你存款只有十萬 你為什麼可以動用到十五萬 因為你跟銀行先借了五萬塊 只是這個額度是什麼 我需要財用 你沒有用到的話就改正 好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透支到底算什麼 既然我剛才講的是跟銀行借錢 但是一個負債 那透支有個很大很強的一個特性是什麼 但你很快就要還 譬如說我今天用一張票據十五萬 好 因為條件都符合 那銀行給我從我的帳戶裡頭出掉了 那我欠五萬 銀行五萬塊 那我明天存了十萬進來 合得銀額就五萬塊 為什麼 因為透支的那個額度先會還掉 因為它是每天寄行的 好 所以而且透支是很快就會還掉 這樣你有錢進來就是要還掉你透支金額 但是你還沒有還掉之前 銀行透支是你的負債 那原則上我們的資產跟負債不能合幣 除非 我在這個第一銀行的支票存款部去透支五萬 但是我在第一銀行有國期存款二十萬 因為都是同 因為我應該是第一銀行 所以我就可以合幣起來 我在第一銀行的存款有十五萬 這個時候你才可以合幣 如果我在第一銀行的支票存款部有透支五萬 我在華南銀行有存一百萬 對不起 你的在第一銀行透支的五萬 要放在你的流動負債裡面 你就不能什麼 不能資產負債負貧 因為它是不同銀行 這裡有特別提心你 好 那什麼叫最當現金多小的字 我們應該在講資產負債表的時候 已經講過了 就是投資或者是購買三個月內到期的 好 我從購買日開始算三個月內到期的 什麼銀行匯票 國付券 就是政府公債 銀行承對匯票 或者是商業本票 這個都可以算是約當現金 好 那這是我們剛剛很快跟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今天重點要講另外一個就是銀行調節表 我們現在要把現金的部分講來 因為現金的部分其實叫銀行調節表 可能是可以跟我們出外稍微不同的 看銀行調節表 銀行調節表 我們想到剛剛我們在講現金 我們也已經談到現金這個章節裡面 談到銀行調節表 其實我們在出外裡面講的重點 銀行調節表是我們講的重點 好 那銀行調節表呢 為什麼會有銀行調節表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銀用金就是把什麼 我的銀用金設置就是因為公司 把你的金額超過銀用金可以支付的 這個費用也好或者是支出也好 我做什麼 你開支票的方式去付 所以我開的支票 基本上我開支票 只要我開的是期勤 我就代計現金或代計銀行存款 但是我拿到支票的人 可能不會那麼快把這張支票拿到銀行去請求兌現 好 所以就會有時間差 假設我今天開了一張支票 我的存款上面有十萬塊 支票存款會有十萬塊 我開了一張集齊的支票我開了兩萬 所以我的帳策上面 公司快利帳策上面 銀行存款就剩下八萬塊 好 因為我是開啟期支票 我就直接代計銀行存款 但是這個持票人呢 沒有立即拿到銀行去請求付款 所以銀行呢 我的存款無額還是十萬塊 那這樣子一個差距 我帳上說銀行存款只有八萬塊 但是銀行的這個紀錄上面呢 我的存款預額還有十萬塊 是有沒有誰錯 沒有任何人錯啊 所以我們銀行討解表就是要去確認 當我帳上的存款金額或者是我的現金額 跟銀行的存款上面的預額不相同的時候 我要去檢查我要去確認到底是什麼原因 可能的原因有三個 一個原因就像我剛剛講的時間差 我開了票去出去集齊的 所以我帶出銀行存款 但是持票人沒有立即到銀行去請求付款 所以銀行就沒有從我的銀行裡頭扣掉 所以這是時間差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我記錯帳 好 我開的票是兩萬塊 結果銀行呢 他扣 對不起 抱歉 謝謝 好 好 謝謝